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 强调要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我是组织收听收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发布 疾控专家对轻型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等调整做解读 汕头首个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接盘运作 助推电子化学品产业的产权延转化 促进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7号星期四 农历2月15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月17号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 同时召开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分析当前 我省疫情防控形势 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 省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 李希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 切实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全面贯彻中央部署要求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坚持系统观念 注重统筹坚固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打好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一要把从严从紧从细的工作要求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全省一盘其协同 迅速控制住本轮疫情 要尽快遏制深圳东莞疫情 稳住全省防控大局 要迅速果断应对处置各式散发疫情 想在病毒前面建立防火墙 阻断传播链 要扎紧区域协同防控严密防线 最大限度防止疫情扩散 二要严而又严 抓好重点场所和重点单位防控 坚决防止发生聚集性疫情 要及时完善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的防控指引 致密疫情防控防线 要压实主体责任和行业管理责任 对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由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亲自抓亲自管亲自都 分管领导具体抓 确保监管到位 责任到位 要强化督导落实 对全省医院 学校 集中隔离点等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 特别是特殊场所 开展全覆盖 全链条 全流程督导检查 确保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三要因时因事 优化完善常态化防控措施 扎实抓好双筒筹 努力把两难变为两全 要进一步扎紧之牢外房输入 内房反弹的严密防线 强化外房输入全流程闭环管理 提升发热门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药店等少点敏锐性敏感度 落实好自早要求 要确保企业正常生产运营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一城一侧 一链一侧 一起一侧 解决好支柱产业 重大项目 重点企业等遇到的实际困难 要进一步强化支撑保障 对隔离场所 医护力量 物资供应等前瞻谋划 做足准备 四 要强化宣传引导 为疫情防控注入强大正能量 要深入宣传总书记党中央 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 传达到千家万户 传递到每一个人 要坚持主动发声 权威发声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持续加强健康宣传教育 宣传好疫情防控中的先进典型 感人事迹 生动故事 凝聚同心抗疫的强大力量 要大力宣传我省 做好六稳六宝工作 和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举措 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五要对防控责任再强化再落实 以铁的纪律有力的执行 推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省领导同志要全力抓好 分管领域分管部门的疫情防控工作 省职各单位要落实管行业 必须管疫情防控的要求 看好自己的门 管好自己的人 各地要切实担负其属地责任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要亲自上手亲自抓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守土有方 要加强督促检查 对防控漏洞再排查 对防控重点再加固 对防控要求再落实 形成问题清单 任务清单 责任清单 打通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王伟中强调 各地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 统筹做好我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要严而又严 时而又时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坚决果断 科学精准 迅速高效 处置好本土疫情 确保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要全面强化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群防控 做好应急处置和常态化重点防控工作排查 坚持人物环境同房 全链条全流程 住务外防输入严密防线 要强化防控责任 党政领导同志要亲抓 坚持管行业 必须管疫情防控 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 加强要素保障 坚持一城一侧 一链一侧 一起一侧 及时为企业纾困简难 全力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努力实现一季度 及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会上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 常务副省长张虎 通报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 省领导林克庆 张福海 陈建文 陈良贤 王熙 张鑫 王志忠 省职中职驻院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 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今天上午 我是设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 市委书记温战斌 市长曾丰堡 和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有关领导 汕头海关 市法院院长 市检察院检察长 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 参加汕头分会场会议 3月15号 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实行第九版 新版诊疗方案在检测管理治疗等方面进行重大优化 其中在病例分类收治方面 轻型病例由收入定点医院变为实行集中隔离管理 出院标准和随后隔离管理要求也都有调整 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根据各地反应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患者 以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为主 大多不需要过多治疗 全部收治到定点医院会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等意见 方案进一步完善了病例分类收治措施 轻型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 普通型重型微重型病例和有重型高危因素的病例 在定点医院集中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轻型病例的集中隔离管理 将区别于入境人员密切接触者等隔离人群 阳性结果的患者的话 他就会收到定点医院去进行一个隔离观察或者治疗 新版的这一个规定的话呢 就是对轻症的或者没有症状的这种感染者的话 是不需要送到定点医院去 就送到一个定点隔离的场所 那么这个定点隔离的场所的话 它是作为轻症或者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场所 是不可以同时去收治入境的人员 还有这个密接者 无症状感染者或者轻症 或许就启用方舱医院都有可能 在隔离管理期间 需做好对症治疗和病情监测 如病情加重就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最新诊疗方案 一方面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两种特异性 抗新冠病毒药物写入诊疗方案 另一方面结合各地临床救治经验 加强中医非药物疗法应用 国家现在目前还在统筹用药的 所以老百姓如果确实已经是确诊 那么收到医院去医生会根据病情需要来进行用药 在新版的这个诊疗方案里头 特别是增加了针灸 而且儿童还根据了儿童的特点 制定了儿童的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方法 确实非常好 但是这个度因为需要辨证失智 所以还是应该要由医生来把控 市民朋友不要自行去对照 什么症状就自己去用 新版诊疗方案将解除隔离管理 及出院标准中的 连续两次呼吸道标本核酸检测阴性 修改为连续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N基因和ORF基因CT值均大于等于35 或连续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 同时调整了解除隔离管理或出院后 居家健康监测时间 原来的隔离出院后呢 还要继续有14天的这样的一个居家隔离 进行一个健康的监测 现在就改为7天 改为7天 所以这样子的话 也应该说是让更多的医疗资源解放出来 专家也再次提醒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可以减少新冠病毒感染和发病 是降低重症和死亡发生率的最有效手段 符合接种条件者均应接种 疫苗的注射 对这种病死率的影响还是非常高的 所有打了疫苗的 几乎是没有重症发生 然后特别是老年人 这一次他的死亡率比较高 老年人 很多老年人他就有基础疾病 然后再加上他不去打疫苗 那么他这个动症的发生率就非常的高 死亡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呢我们还是也在此要呼吁市民朋友 就是说还没有接种的 赶紧要去接种 如果还没有完成全程的 也在规定的时间内 去进行个全程的一个接种 加强免疫 近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进一步优化新冠病毒检测策略 研究决定在核酸检测基础上 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服务疫情防控需要 目前 新冠抗原自测产品已在网络销售平台上线 可直接购买 那么哪些人群是用新冠抗原检测 新冠抗原自测如何操作 有哪些注意事项 国家的方案它是有个规定的 就是有三类人群 是可以做抗原检测的 一般人群是不能随便使用抗原检测的 它是适合在高风险 高流行 具有具体性感染的人群里面 才能做这个抗原检测 本台今晚播出的公布产约节目 专访是疾控中心专家 详细解答相关问题 敬请留意 明日来 朝阳区落实网格化分工 动员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不少老年人主动接种 用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共筑疫情防控屏障 金浦街道在外社区 97岁老人陈小弟 就在家人陪伴下 到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 他同时希望 更多的老年人一起接种疫苗 92岁的城南街道 龙井社区居民李姚珍 也在儿媳妇的陪伴下 来到社区疫苗接种点 在医务人员确认老人 符合接种条件后 李姚珍顺利接种了疫苗 为疫情防控出一臂之力 3月15号 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赴城海区朝南区 对行政副中心 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 汽车客运站 公园 以及银行等重点场所 重点部位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 请看报道 在城海区 宁贯园市场 检查组发现 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在入口处查月康码 和提请市民戴口罩 有摊档主 未戴口罩 有市民进市场 也没有戴好口罩 甚至抽烟 在城海区图书馆 市民均有戴口罩进入 对摘掉口罩的市民 工作人员立马上前提醒 在邮政储蓄银行 大部分办事人员 有戴口罩 对没有戴口罩的个别市民 工作人员发现后 随即送上口罩 城海汽车总站门口 设置了体温检测器 防疫措施齐全 站内设置了省外乘客通道 有医务人员 在现场进行核酸检测 据介绍 司机等一线工作人员 每周都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城海人民公园门口 有防疫专员提醒市民 扫码戴口罩 保持一米距离 测体温 公园设置便民接种点 方便老人等周边群众 接种疫苗 儿童游乐场 没有扎堆游玩现象 政务服务中心门口 有身份证刷卡器 方便老人刷身份证 显示绿码和行程 浦峰联花中心 进门处 防疫提醒不到位 商场内 有市民及柜台工作人员 十字或图书摊档主 没有戴口罩 儿童游乐场 进门防疫处 无人职守 司马浦广山公路万家乐生活超市 进门处没有扫码仪器 没有配备防疫管理人员 邮政司马浦之局 没有按规定配备登记人员 没有扫码仪器 进出没有防疫人员测体温 在工商银行 移动司马浦营业厅和奇声药店 有配备防疫人员 进出人员均戴口罩 测体温 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霞山街道维也纳酒店门口 有配备防疫人员 进出人员均戴口罩 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 但大厅有旅客 未戴口罩 西郭市场没有人员管理 进出市场人员 没有扫码和测体温 市场防疫宣传屏幕损坏 大部分市场经营者 未戴口罩 在影家影城 进出口有配备防疫人员 且专门制作防疫宣传标识 进出人员有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 塔山文化公园门口 宣传标识脱落 进出口没有防疫管理人员 进出人员没有扫码和出示行程码 健康码 公园有垃圾堆积 检查组要求 要继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压实属地责任 各级部门监管责任 以及场所的主体责任 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切断疫情传播途径 要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应急处置 加强宣传引导 提升群众防控意识 助劳疫情防控防线 我是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有新动作 今天上午 汕头市电子化学品产业专利导航 报告成果发布会 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接牌仪式在我市举行 这是汕头市 首个针对特定产业的知识产权运营中心 将有力推动电子化学品产业的产学延转化 促进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活动由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广州恒城制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办 会上发布的 汕头市电子化学品产业专利导航报告 从专利的申请趋势 授权趋势 地域布局 技术构成 重要创新主体和法律效力等方面 分析电子化学品产业的专利态势 和整体发展情况 为企业及时调整市场布局 和经营策略提供方向 那上头电子化学品专利导航呢 它能够明晰产业的整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能够帮助我们企业 清晰地看到自己未来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动态 这样子就可以助推它的整个产业的创新发展 我是坚定不移走 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和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这离不开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的支撑 活动还为省实验室 光华科技的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切牌 该中心将加强高端电子化学品基础研究 提升新产品研发能力 突破技术瓶颈 加快推进产业化 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那么我们这个运营中心呢 主要是把电子化学品相关的产业 包括我们省实验室的一些项目 能够呢实现在本地的进行转化 就是实现它的产业化 这个呢就是我们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 一大功能 把我们实验室的这些知识产权 无形资产呢和地方的一些企业 能够对接起来 现场还举办电子化学品产业项目成果推荐 发布四项科技成果 这些成果在国内乃至世界电子化学品领域 都处于先进水平 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 其中 省实验室的电子级双氧水芯技术 光华科技的陈涅金工艺 施法石刻技术等 有助我国破解相关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在成本上 在这个纯度上 以及在这环保性上 都要有跨越式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个对扇斗士来说 我们这个技术的话 它可以在海上封电 在这个氢能源方面 也有一些个应用 它兼顾这个氢能源领域 因为我们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氢气的话 它的成本是普通电解水的成本 三分之一左右 两个项目的话呢 在电子化鞋品里面 都是属于卡脖子的一些技术 光华科技 在这方面的一个研究跟投入呢 已经差不多有接近七八年 目前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很多项目已经能够配合到 我们实现这个国产化的替代 今天下午 是公安局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黄海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 全市公安机关要深刻把握 五个必由之路 和五个战略性的有利条件的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团结奋斗 勇意前行 全面落实维护政治安全 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措施 全力护航汕头现代化 活力经济特区建设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和汕头亚青会顺利举办 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3月15号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万云峰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 全市法院要主动担当作为 在妥善化解公改工项目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等纠纷上下大利器 助推三星两特一大产业格局发展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着力服务打造近月远来的投资热土 推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要紧扣安全稳定要求 聚焦共同富裕新要求 强化民生司法保障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昨天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市检察院检察长彭章波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全市检察机关要结合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 深化落实256工作思路 抓主线扣主题 护名声 补短板 顾底板 断场板 推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及省委实施方案 落地落实 落具体 奋力开创 扇头检察工作新局面 推进扇头检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今天上午 市交通运输局 在来长渡口所 来武码头 举行扇头应急志愿者队伍 救援分队海上应急演练活动 检验船舶船员海上预险 及应急志愿服务体系的 应急快速反应能力 演练由消防 救生 汽船等部分组成 模拟来武零一船 主甲板起火 船员利用消防设备 迅速将火情扑灭 并模拟一名旅客 慌乱落水等待救援 船员利用救生设备 迅速将落水人员救起 还模拟船体出现 倾斜严重事故 在船员有序指挥下 全体人员安全撤离 事故传播 根据我们这个船线的特点 还有我们日常实际工作的时间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两次像今天这样子的演练 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断的来提高我们船员 在这个工作之中的应对各种险情 还有救援的这个应变能力 昨天本栏目报道了朝阳区北干渠沿岸 存在建筑垃圾堆积现象 今天朝阳区陈南街道例行例改 组织人力机械 全面清理北港区三项沿岸的垃圾和临时搭建物 恢复原貌 为周边居民创造整洁的环境 各位观众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或许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